这个男人叫雷欧 职业是一名勇者 但因为业绩太牛逼 不小心干超标了 引起大量民众恐惧和嫉妒 勇者雷欧被逼辞职 雷欧一怒之下 掉头回了魔王城 魔王凯德纳和四天王看到雷欧出现 还以为他又打进来了 没想到雷欧确实来面试魔王军干部的 而且张口就说 我知道你们现在缺人 毕竟魔王城就是我给干崩的 但现在一切都变了 让我加入组织 一起讨伐那群愚蠢的人类吧 一通义正词严的面试演讲 以为岗位已经板上钉钉 然而凯德纳开口就是 雷欧的一通嗜好 被凯德纳的火焰打回去 不过雷欧仍旧没有放弃 凯德纳这么生气也是有原因的 事情还得从一年前说起 那时候凯德纳突然率领魔王军进攻人类 而雷欧小队奉国王之命讨伐魔王 还真不是雷欧自夸 他实力很强 而且精通所有武器 作为魔术师也是一顶一的存在 偏偏国王给他安排的队友全程拖后腿 除了回复什么都不会的祭司 完全不懂魔术的见识 一旦进场就派不上用场的弓箭手 虽然队友们频频拖后腿 但雷欧还是和这群人建立了友好关系 可谁想到这些队友每到一座城市 就会因为分房间而吵架 这点时间都够他一个人拯救世界五次了 所以雷欧直接抛下队友 一个人开始参战 然后打败了魔王军并拯救了人类 可就是这样强大的他 怎么也想不明白 凯德纳为何不录用自己 四天王之一的少儿娘莉莉 对雷欧很有好感 也希望能录用雷欧 不过蒂娜却不太赞成 如果不是因为雷欧死皮赖脸 要再面试一次 他们早就把人赶出去了 要是凯德纳知道 他们私下和雷欧见面 肯定是要发火的 雷欧表示 自己可以说出四天王的缺点 毕竟他一个人就击败了四人 当初第一次交手的对手就是爱德华 单论体力爱德华是四人中最强的 毕竟有龙人的龙灵 如果不是因为爱德华讲究正面对决 雷欧当时应该也会吃亏 他很好奇这么强的爱德华 为什么不当魔王 而是去追随凯德纳 爱德华表示 魔王很累 他更珍惜陪闺女玩耍的时间 此时梅尼吐槽雷 一个人和四天王交战 就证明雷欧没什么朋友 很孤独 雷欧说他唯独不想被梅尼这么说 梅尼是半人半魔的混血 原本隶属于刺客工会 是个天才 精通暗杀术 但凡雷欧再跟他多打五分钟 雷欧可能就会输了 但雷欧却用防御魔法挡住了攻击 击败了梅尼的同时 也把教会给炸了 然后被当地的居民怒斥 至于后面赔偿的问题 雷欧决定装死 第四个交手的对象就是莉莉 两人是在树下躲雨的时候认识的 当时的莉莉失去记忆 无父无母 无家可归 雷欧无法丢下小孩不管 待在身边照顾了几天 结果他突然恢复记忆 主动对雷欧发起攻击 雷欧一看是魔王军的人 就没有留守 打败莉莉后才知道 他们种族会追求强者当伴侣 但雷欧对小孩不感兴趣 最后交手的就是蒂娜 蒂娜的本体是魅魔 魔力远高于其他人 据说精通所有古代皱纹 所以雷欧也没有客气 直接开挂封印了魔法战斗能力 强迫蒂娜和自己肉搏 谁料蒂娜弱得令她哑口无言 一旋下去哭了两分钟 蒂娜顿时仗红了脸 赶紧岔开话题 问身为勇者的雷欧 为什么会来面试魔王军 雷欧说 他当初和龙化的凯德纳战斗时 成功剔除凯德纳额头上的宝石 击败魔王之后 雷欧返回了王都 可是迎接他的不是民众的欢呼声 也不是国王赐予的奖赏 而是恐惧 嫉妒 猜疑 甚至有人怀疑 他没有打败魔王军 因为雷欧根本就没有受伤 民众把他当作披着人皮的怪物 所以他避之不及 之后消息越传越炸裂 等雷欧反应过来 已经上了通缉令 还被当作了讨伐的目标 所有人都觉得 雷欧就会是下一个魔王 第二天就有刺客找上门 能掀翻所有魔王的雷欧 怎么可能会打不赢刺客 解决了刺客之后 国王召见雷欧 说雷欧确实有功 但身为国王 他不能无视人民的身影 所以以国王的命令 驱逐了雷欧 雷欧离开前 国王说自己也是信任他的 雷欧流浪途中 开始对自己保护的世界 产生怀疑 自己拼命保护的这个世界 究竟算什么 流浪了一段时间后 雷欧偶然听闻 魔王军开始招人 准备重新杀回来 当时的雷欧觉得 只有魔王军可以接纳他 于是准备了蔑视的报告 翻山越岭地找回了魔王城 既然世界不容他 那他就先下手为强 粒粒听得泪流满面 蒂娜他们听了雷欧的情况 也决定认可雷欧 但蒂娜表示 入职有一个月的试用期 他将作为监督者 检查雷欧一个月内拿出的业绩 如果没有 他就会被开除 但考虑到魔王凯德纳很抗拒雷欧 所以这个月 雷欧必须用魔术或道具 隐瞒自己的身份 雷欧问 接下来的工作是什么 蒂娜说 要增强兵力修复城堡 相当于重整军队 做起来可是相当麻烦的 但这伙人 竟然把后勤交给了莉莉处理 雷欧只觉得头疼 不过爱德华早已忘记过去的恩怨 准备接纳雷欧 蒂娜四人表示 只要雷欧在这一个月试用期干得不错 他们四人会以四天王的名义 请求凯德纳正式雇佣雷欧 雷欧也知道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很多 而他加入魔王军 其实还有一件事 就是想问问凯德纳 为什么主张和平统治 甚至为此约束自己的军队 哪怕被逼入绝境 也不肯从人界撤退 雷欧上岗第一天 怒闯女上次房间 假装成魔王将试图睡懒觉的女上司蒂娜吓醒 然后被震怒的蒂娜炸掉了墙壁 听到爆炸声的凯德纳从梦中惊醒 还以为蒂娜这段时间压力太大了 做了噩梦才会这样 事后雷欧收拾房间 蒂娜又把他打了一顿 当然只是丢技能 并没有真的打到 主要雷欧的外挂太强 他们根本伤不了雷欧 雷欧反省 因为之前自己大闹魔王城 把不少魔王军的成员和干部都打成重伤 这些人只能返回魔界疗伤 而剩下的工作就是堆积在四天王身上 四天王里唯一靠谱的就只有蒂娜 老员工离开的匆忙 甚至没能准备交接手册 导致蒂娜负责的工作越来越多 甚至都没时间培养能胜任工作的人才 而凯德纳又想快速重建魔王军 蒂娜非常崇拜凯德纳 在凯德纳面前不自觉地逞强 结果差点过劳死 但蒂娜现在生气的是雷欧擅闯她的房间 雷欧疑惑魅魔不是应该习惯了吗 蒂娜顿时涨红了脸 之后要处理的工作很多 清单就列了50项 根本找不到可靠的下属接手 雷欧看到最后一项是补充魔力炉 这个东西只能由创造者本人来补充 因为每个人的魔力波长都不一样 贸然补充可能会导致魔力炉爆炸 但雷欧有模仿他人魔力波长的技能 所以这项工作落到了他的身上 听说城内有一百多座魔力炉 雷欧表示给他两个半小时 绝对能让蒂娜说工作减轻了 雷欧穿上盔甲进行伪装 并让蒂娜给他一个四天王辅佐官的职位 雷欧一边想外号一边出门 撞见一个黑皮精灵在门外纠结转圈 黑皮精灵少女看到雷欧掉头就跑 此时凯德纳也很担忧蒂娜的情况 希望另外三人能帮忙盯着蒂娜 以防她勉强自己操劳过度 而蒂娜正在等雷欧结束补充工作 结果30分钟没到 雷欧突然回到了办公室 并表示自己的工作已经做完了 而她太久没有模仿别人的魔力波长 需要先休息一会儿 还放了个摄像头盯着蒂娜 美其名曰一边休息一边观摩工作流程 蒂娜看见她休息半天还搁那吃饭 怒游心中起 试图向雷欧拽起来工作 结果雷欧用了重力魔法根本就拽不动 正当蒂娜发怒准备暴打雷欧一顿 并将她踢出适用期时 办公室的大门突然被敲响 雷欧微笑 等了半天终于来了 黑皮精灵戴安过来汇报工作 称雷欧为欧尼克斯 并且汇报了自己拿到护身符之后的工作流程 完成了对魔力炉的补充 看到蒂娜一脸困惑 雷欧稍作解释 说自己那30分钟究竟干了什么 首先去找了哥布林打造师 绕了一块紫水晶 从中注入了和蒂娜相同波长的魔力 紫水晶一旦记住魔力波长就不会忘记 而将紫水晶改造成护身符 再交给戴安 他可以通过紫水晶自动矫正波长 从而接手蒂娜的工作 并且还让戴安多找几个人 轮流使用护身符 接手给魔力炉补充护身符 并表示 接下来三天内 他会陆续给几人准备好护身符 希望几人能够提高补充护身符 雷欧说 戴安其实一直在担心蒂娜的情况 想要为蒂娜分担一些工作 但蒂娜每次都说没事 这让戴安不敢继续再问下去 总担心自己做不好 多亏雷欧在这里 让他们有可以帮忙工作的机会 希望蒂娜有什么麻烦 不要独自承担 告诉他们就可以了 蒂娜转过身擦掉眼泪 说自己以后一定会注意 戴安离开办公室后非常开心 雷欧得意洋洋地问蒂娜 这样的安排满意吗 毕竟从明天开始 蒂娜就再也不需要负责这个工作了 只要在办公室等汇报就行了 雷欧告诉蒂娜 有些工作不是要一个人完全接受 适当地放权 让下属去做才合适 大家各自做好分内的事情就足够了 雷欧之所以要隐瞒戴安工作的事情 就是觉得蒂娜太操心 一旦知道 肯定会想去现场看看 现在魔王军里的成员 都是蒂娜亲自面试并录取的人员 她应该多相信一下自己的眼光 别放着好下属不用 把自己类似在岗位上了 雷欧表示 自己刚才也没有偷懒 通过摄像头 看出蒂娜做了好几个没有效率的工作 于是重新给她排列了工作顺序 还用红笔画出了几个可以交给下属的工作 蒂娜担心下属能不能做到 雷欧却说上次的工作就是教会下属如何工作 而此时 雷欧看着海陆地面 想着到那边搞点水产品 提高魔王军的伙食 而蒂娜叫住雷欧 对之前误会雷欧道歉 她也有她的尊严 并表示很高兴能和雷欧共事 结果雷欧一飘就翘鼻子 问蒂娜要不要赏她一个吻 然后被蒂娜一拳打飞了出去 而雷欧很快接到了新的任务 辅佐莉莉去海边采购食材 这孩子提供的策划书根本没用 是雷欧看了都会头疼的程度 拉尔哥海上有无数岛屿 近八成以上都是未开发的土地 土地蕴含丰富的矿物资源 还有古代遗留下来的遗迹 而此时 雷欧跟着莉莉来到小岛采购物资 结果莉莉却带着魔王部队 在沙滩上猜跑 拉尔哥海和魔族有不解之缘 3000年前的魔王曾率兵攻打人界 但战败后退走 留下一部分魔族没能撤走 魔族和人类达成了和解 而龙人族也是从那个时候诞生的 而后来人类迫害龙人族 导致这些族群只能逃到拉尔哥海避世 而龙人族非常喜欢凯德纳这个魔王 所以在凯德纳准备和人类大战时 龙人族提供了全面协助 蒂娜说 拉尔哥海就是魔王军的物资防线 但那边对人类的仇恨估计难以磨灭 而魔王军内部的物资已经匮乏 这项任务绝对不能出现问题 然而最大的问题却是资源调动的负责人 这么重要的任务竟然派给乐天派的莉莉 莉莉每次提交的任务报告都很抽象 虽然配备的人员充足 但业务总是会被卡 雷欧问为什么不派爱德华过去 毕竟爱德华也是龙人族 蒂娜说爱德华要守卫城堡 一旦派过去 那家伙会一手承担所有的工作 而且莉莉也需要学习成长 所以蒂娜才找到雷欧 希望她辅佐莉莉的工作 雷欧答应下来 还抽空撩了一把蒂娜 结果又被蒂娜炸飞了出去 雷欧吐槽 蒂娜真的是魅魔吗 然后就看到 莉莉带着大虾在小岛上狂奔 还说是测试属下的速度 结果才刚搬了一趟东西 莉莉就说 要带下属去吃甜点 工作又暂时搁置了 莉莉还给雷欧开椰子 雷欧觉得再这样下去 工作肯定做不完 原本岛上是有直接通往魔王城的传送阵 而各个种族之间的任务 只要分配好 搬运物资的工作 最多两天就能搞定 但前提是 发挥这些人的专长 考虑到莉莉不靠谱 雷欧本想自己接过工作 然而这些下属根本就不听话 还说要改变工作的内容 需要先拿到上司的签名和盖章 而负责人莉莉还在旁边啃胡萝卜 因为他们这样在街上狂奔 已经破坏了不少摊位 惹得小岛上的龙人族不开心了 而雷欧又是试用期 根本没有盖章 只能自己带着礼物去道歉 感觉再拖下去 别说补给不足 他们可能要被龙人族解除合作关系了 而莉莉其实非常关心下属 本性是不坏的 没你觉得 让莉莉去工作实在太勉强了 但蒂娜却说 莉莉必须学会成长 对于凯德纳而言 她发动这场战争 是堵上了他们所有的退路 绝对不能失败 但雷欧轻轻松松打败了魔王军 并且在战斗中没有杀死一人 看起来这场战争对她来说只是一场玩笑 而在凯德纳最忧心结虑的时候 天真无邪的莉莉反而治愈了他们 而此时 雷欧发现莉莉非常依赖自己 于是她有了一个主意 故意在莉莉面前假装被蛇咬了 谎称传宗阵坏掉 暂时无法回城堡 把莉莉骗去山上帮自己采草药 然后通过监控跟踪莉莉 主要是把莉莉骗到山上布置好陷阱的地方 想要通过这些陷阱必须让部下发回专场 雷欧想通过这个方式 让莉莉学会如何让下属合作 而莉莉当场就变回了原型神狼芬里尔 而且遇到了第一个考核 这个考核是挡住去路的巨石 巨石被施下了防御物理攻击的魔法 本来是希望莉莉能够下山去找魔法部队的下属帮忙 没想到莉莉一身使不完的牛腱 硬是把石头给撞开了 第二关是无限增值的史莱姆 控制史莱姆的其实是一个小史莱姆 只要找到能够感知史莱姆的下属就可以解决 或者用兵信魔法冻住史莱姆 谁知道莉莉又靠蛮力忙过去了 好在第三关是雷欧用技能创造出来的大裂缝 莉莉似乎有些恐高 而且跨度太大根本没法跳过去 雷欧也化身引游诗人 强行提示可以找队友帮忙 莉莉仿佛明白了什么 然后立刻冲回去找队友 结果队友跟大家说 从下面的河游过去就行了 雷欧一听当场破防 后面的几次考核也全部失败了 雷欧悲伤地返回帐篷倒头就睡 第二天醒来发现 自己被喂了治疗药 而莉莉也跑了过来 给雷欧看了自己心定的方案 说昨天遇到了一个很厉害的引游诗人 在对方的提醒下 自己想到的可以让下属们合作工作 莉莉说自己很笨 如果没人说的话 根本就想不到这些 雷欧本以为直接告诉莉莉 她会不懂 没想到自己兜兜转转绕了一大圈 其实只要一句话就可以解决 而雷欧返回魔王城 却被大安通知 魔王凯德纳要见她 雷欧做了一场梦 梦见她在现代社会的记忆 当时现代的世界遭遇了魔物袭击 而雷欧是被派出去 绞杀魔物的特殊人员 但民众们看她的眼神非常恐惧 雷欧从梦中惊醒 一想到还要去见凯德纳就头疼 她并不是讨厌凯德纳 只是担心身份的事情暴露 毕竟凯德纳这个魔王绝非浪得虚名 用武器可以和爱德华打得有来有回 理论知识也非常强大 所以担心接触凯德纳会暴露 蒂娜告诉雷欧 一旦暴露 立刻呼叫她过去 雷欧让蒂娜装作啥事没有 自己准备亲自去见见凯德纳 好奇凯德纳究竟会怎么处理自己 结果凯德纳非常热情地招待了她 还宴请雷欧吃饭 看来是没有发现雷欧的身份 雷欧满脑子都是啥时候能走 毕竟待得越久 暴露的嫌疑越大 此时凯德纳问雷欧为什么不摘下面具 雷欧汗流浃背 在凯德纳硬拔下她头盔的时候 紧急替换成梦里的长相 好在凯德纳喝醉了 也没有认清楚 而雷欧为了迅速逃离现场 决定使用职场技巧 上前给空酒杯的上司倒酒 并且在倒酒的时候不能停下对话 最终达成一杯又一杯成就 将自己的上司成功灌醉 雷欧觉得这是一个撤退的好机会 万万没想到凯德纳兴致来了 直接对着酒瓶吹 还让雷欧跟着一起喝 雷欧属于搬着石头砸自己的脚 另一边 蒂娜非常担心雷欧的情况 但碍于没有被传唤 不好直接去打听 而雷欧在这边和凯德纳聊起了美食 凯德纳说 之前魔王城的物资匮乏 不过多亏了莉莉带着队伍搬运物资 才让魔王城的物资得到了补充 说着凯德纳露出开心的笑容 雷欧还是第一次看见凯德纳 像普通女孩子一样笑 但凯德纳并不知道 制作这个香肠料理的人 其实是雷欧 因为他嫌弃魔王城做的东西太难吃了 所以特意去厨房传授了厨师菜谱 而雷欧趁着唠嗑的时候 说出自己中了女神的诅咒 不能太长时间落脸 但是又表示 能这样和凯德纳聊天 是自己至高无上的荣誉 一点点诅咒没关系的 本来是客气的暗示 凯德纳自己聊不了了 然而凯德纳根本没听懂 还说雷欧有这个决心很好啊 就让他们两个畅聊到天明吧 直接给雷欧整无语了 而此时 蒂娜突然接到了下属的消息 说是有很要紧的事情要处理 雷欧和凯德纳聊了几个小时 好在身份还没有被识破 凯德纳却突然说 她很感谢雷欧 因为雷欧的加入 让蒂娜轻松了很多 同时也让莉莉成长了不少 她很高兴 雷欧这样的人才能加入魔王城 她表示自己不会在意人种问题 然后雷欧突然问凯德纳 之前听说 勇者也想加入魔王军 那凯德纳会欢迎对方吗 没想到 凯德纳面色突变 说只有勇者不能原谅 说勇者是个扭曲的边缘人 要是让勇者加入魔王军 组织一定会从内部开始崩坏 身为勇者的雷欧默默吐槽 自己已经在军队里开始改革了 凯德纳说如果不是勇者在 自己早就拿到了贤者之石了 关于贤者之石 这个东西守护了圣都 大约3000年前 第一任国王发现了贤者之石 沉睡在地底 然后用其作为基础发展了圣都 让原本荒芜的土地重新繁荣 传闻说圣都的人民不会生病 还能长生不老 但雷欧却知道那是谎言 因为他曾经用过贤者之石 但是和圣城那一颗是完全不同的石头 并不是所有人得到了贤者之石 就能获得超能力 那绝非便利的东西 此时凯德纳还在怒碰勇者 而雷欧问凯德纳 想怎么获得贤者之石 凯德纳说 他想尝试和人类合作 人类那边也有一个古老童话 说是一个恶魔去了人类世界 创造了人类和魔族一起生活的成长 但童话并不是现实 现实中的魔族和人类 逃不了互相争斗的命运 雷欧好奇 凯德纳要贤者之石做什么 明明对方都被自己打击得体无完肤 失去大半军队和占领的土地 却还是不愿意退回魔界 如果只是想长生不老 当大富豪 被打败后基本就放弃了 凯德纳让雷欧跟着他去了阳台 凯德纳说 魔族的故乡一片荒芜 没有阳光 土地无法种植 空气一片死寂 同族们为了资源互相残杀 凯德纳无法容忍这样的世界 他想在混乱的魔界中制造秩序 创造出没有战争和厮杀的魔族 但为此必须有能够种植的山川河流 所以他才召集了人才来到人间 就是为了找到能够实现奇迹的贤者之石 雷欧第一次听到凯德纳真正的梦想 原来是创造一个美好的家乡 凯德纳说 他和人类没有仇恨 只是需要那块贤者之石 人类乖乖交出来也就没事了 反抗肯定会引来他的进攻 他承认自己是侵略 但在这里面没有对错 只有利益相关 他也做好了承担责任的准备 并表示 等到成功拿下贤者之石 将愿意加入他们的人类带走 但除此之外的人类 他不会心思手软 但雷欧却说 凯德纳让军队不要进行无谓的杀戮 所以那场战争并没有死亡多少人 凯德纳说 自己还是太过心软 不能成为称职的王 可一想到 人类和他们一样 都有自己的亲人和家族 他就无法下死手 凯德纳说 自己其实并不恨勇者 对方是勇者 是为了守护这个世界而存在的英雄 他们都是在为了自己的国家战斗 勇者本身是没有错的 只是因为利益 他们不得以对立 雷欧也确认了 凯德纳原本是个心底善良的人 发动这样的战争 他的内心也很纠结 而真正让凯德纳纠结的人 其实是身为勇者的自己 此时凯德纳问雷欧 为什么要投靠魔王军 雷欧想着 凯德纳都推心致富了 他也不想对凯德纳撒谎 正准备说出自己的身份 没想到 蒂娜突然闯了进来 说梅尼和爱德华留下了一封信 爱德华说 没交好下属要自杀 梅尼说要出去旅游了 直接给雷欧和凯德纳看傻了眼 于是 雷欧率先找到梅尼 问他怎么了 雷欧做出知心大哥哥的模样 梅尼吐槽 他俩年纪差不多 雷欧无语 这孩子怎么一说话就冷场 当时 雷欧和凯德纳看到两封信都傻眼了 原本两人准备分批去追梅尼和爱德华 结果 凯德纳刚走出去就晕了 连忙把酒给排出体内 原来 这酒还可以直接从口里吐出来 雷欧没想到 梅尼和爱德华也会有烦恼 刚追上梅尼就遭到了袭击 梅尼没有认出雷欧的伪装 直到雷欧解除盔甲才认出他 雷欧问梅尼究竟是怎么回事 梅尼说 自己真的就是想去旅游 雷欧吐槽 这会儿魔王军正缺人 梅尼要是走了 又要重新考虑军队编制 雷欧问他是不想干了吗 还是有别的原因 雷欧一边跟他谈话 一边放技能锁定了梅尼的腿 毕竟梅尼要是动真格跑路 雷欧想抓也有些困难 除非对方说出真正的原因 雷欧说 如果梅尼想离开魔王军 他不会拼命去拦别人 毕竟辞职是很正常的事情 雷欧也会帮梅尼找理由隐瞒过去 但是辞职一定要考虑好 是否会后悔 认真做好工作交接 把看不顺眼的上司揍一顿 但凡有一点后悔 都需要冷静下来考虑一番 雷欧问梅尼究竟在烦恼些什么 他应该不是真心想离开魔王军 梅尼沉默了许久 雷欧就知道要打持久战了 半夜 梅尼突然开口 说自己三天后要当魔王军的面试官 可是当面试官需要说话为言 干脆利落 这次招募的还是间谍人才 面试官要求特别擅长说话 但梅尼根本就不擅长 身为暗杀工会会长的他 以往这种事都是交给下属办的 加入魔王军之后也是这样 但雷欧把他的下属都打回魔戒了 梅尼说 他本来是想去镇上学一下怎么讲话 但雷欧来了就简单了 让雷欧陪自己说话 必须在三天内把他变成沟通高手 这件事梅尼从没跟其他人说过 因为大家都很忙 根本没空和他沟通 雷欧吐槽 他思维能力有点抽象 梅尼拔腿就跑 结果被捆住了腿 雷欧叹气 答应了梅尼的要求 并将这件事汇报给了凯德纳 凯德纳他们听了事情的原委 感慨 梅尼竟然也会想为魔王军处理 凯德纳说 他手下的人都是出于各种原因聚集在一起 梅尼和凯德纳对人类的态度截然不同 当初雷欧和梅尼对战时 梅尼也让雷欧杀了他 不然他就会把其他人类杀光 而另一边 爱德华的情况也很堪忧 凯德纳他们赶到现场时 爱德华竟然在切腹自尽 但因为他是龙人族 灵片十分坚硬 根本就没有效果 还好这家伙脑子转不动 没有直接服毒自杀 不然他们可能就抢救不过来了 凯德纳让爱德华的女儿盯紧他 但具体是哪个下属 导致爱德华要自杀 他们还没有问出来 准备等爱德华冷静下来再问 雷欧表示 自己解决完梅尼的事情 会去看爱德华 而雷欧竟然带着梅尼去镇上打工了 不是 你给人家穿女仆装 梅尼非常生气 说好的培养说话 怎么让她跑来端盘子 还要穿女仆装 雷欧说 只有这套裙子的尺寸是适合她的 还说端盘子可以最快地与人沟通 后熟的大娘让梅尼多笑笑 梅尼表情僵硬 雷欧说 自己最开始嘴也很笨 甚至对自己产生了厌恶 梅尼觉得雷欧肯定是在瞎编 现在的雷欧看起来多无耻啊 雷欧说自己的沟通失败过很多次 都是历经磨练才学来的 在这个人流量最多的餐厅 梅尼一定能快速积累经验 梅尼看起来有些不高兴 雷欧敲了敲她的脑袋 嗯 我闻到了男童的气息 雷欧拉着梅尼到角落里站着 给她随便指了一桌客人 告诉她 在饭桌上如果出现谈话 回答其实有很多种 未必是所有人喜欢的 但梅尼可以考虑到对方的心情做回答 并说 谈话是需要人文关怀的 而且也需要站在他人的角度来思考 选择对方最想聊的话题就可以了 梅尼是在刺客工会长大的 认为关怀是要最先舍弃的 雷欧怒骂该死的工会 梅尼问雷欧有没有谈话的绝招 雷欧觉得 梅尼在刺客工会的精英教育下 不知道该如何关怀他人也属正常 于是他教了梅尼一个绝招 闭上嘴乖乖听别人说话 梅尼给了她一脚 说这和她平时有什么区别 雷欧表示 善于聊天的人更善于倾听 梅尼平时都是左耳朵近右耳朵出 雷欧说 自己第一次和普通人交谈 也是用倾听的方式 总有一些人憋不住心里的话 说出来会好说很多 雷欧让梅尼先尝试站在他人立场 学会倾听 正好这个时候 有一群狼人雇佣兵点餐 梅尼上前询问他们要什么 雷欧记得这一只雇佣兵 原本是归属爱德华管理的 现在把爱德华喊过来也不合适 而狼人雇佣兵竟然开始挑衅梅尼 瞎了你的狼眼了 看不出这是一个男孩子吗 好吧 真的看不出来 梅尼本来想学会倾听 提供餐饮 结果狼人首领竟然伸手摸他屁股 下一秒 狼人就被折断了手臂 其余人也被梅尼放倒 梅尼问他们要不要一起上 狼人们纷纷摇头 当场下跪求饶 其他客人一看梅尼 总觉得有点眼熟 雷欧觉得 还是得教梅尼如何伪装身份 回去的时候 雷欧夸梅尼做得不错 比他想象中的表现好 还知道怎么推荐菜单 不过那群狼渣就该收拾一顿 他让梅尼换好衣服来房间模拟面试 并表示 自己来当那个接受面试的人 梅尼可以向他提出任何问题 雷欧看见梅尼眼神瞬间变了 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下一秒 梅尼说雷欧面试时 说要毁灭人类是在撒谎 雷欧本以为 会问出这个问题的人是蒂娜 没想到先被梅尼发现了 梅尼说 他在雷欧的角度考虑 觉得如果雷欧想毁灭人类 他一个人就可以做到 雷欧说 梅尼已经学得差不多了呀 他本来想岔开话题 但梅尼追问 为什么雷欧没有毁灭人类 他问雷欧难道不甘心吗 他都为那群人 拼上性命战斗了 那些人却不知道感恩 梅尼认为 没良性的人类 就该全部死掉 梅尼问雷欧 是不是调查过自己的身世 雷欧点头 他知道梅尼是人魔混血 周围人都对他避之不及 父母也抛弃了梅尼 他被奴隶商人带着流浪 最终被刺客工会买下 工会的人把他当妻子培养 但梅尼却以刺客的身份活了下来 可他从小就觉得人类该死 加入魔王军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正式加入魔族之前 梅尼甚至几次出手 帮助魔族打开城门 放在人类眼里就是大叛徒 但他本来就想毁灭人类 并不在意这些道德上的约束 只是梅尼怎么也没想到 凯德纳打赢战争后 竟然不打算杀死人类 只说他们的目标是圣都 不但抓了黑心的领主 还将粮食分发给普通人 梅尼想不明白 于是单独去见了凯德纳 并且加入了魔王军 想怂恿凯德纳继续战斗 杀掉人类 结果凯德纳反而和当地的居民 成了朋友 蒂娜告诉梅尼 凯德纳是想让手下的人休息好 养精蓄锐才能继续战斗 就连爱德华也说 最开始他以为 魔王军是要毁灭人类的组织 所以被凯德纳找上门的时候 都没有答应要加入 因为他觉得 人类中虽然也有坏人 可没必要为此毁灭世界 但在和大家相处后 爱德华明白 凯德纳并没有毁灭世界的打算 所以认为这样也挺不错 这样的氛围下 梅尼哪里好意思说 自己想把人类赶尽杀绝 但凯德纳并不在意梅尼加入的理由 还说等他拿到闲者之石 创造出桃园香一般的世界后 希望梅尼能够搬过来一起住 而梅尼当时抱着 关键时刻杀掉凯德纳 自己带着魔王军灭绝人类的想法 结果没想到越混越高 反而爬到了四天王的位置 而就在那个时候 他们遇到了人类的大杀戏 就是人类那边派出来的雷欧 雷欧在打扮梅尼后 说他的生活太过无趣了 让他用别的视角去看看这个世界 雷欧说 自己也不好意思多说梅尼 还说梅尼现在有这个机会了 可以跟着凯德纳多去看看这个世界 如果在那之后 梅尼还是想死 雷欧会成全梅尼 但如果他干坏事 雷欧也不会手下留情 当时雷欧说的义正词言 可没过多久 却辞掉了勇者的身份 正是因为雷欧说的那番话 梅尼才觉得 雷欧的动机绝不是毁灭人类 为什么雷欧会一点不恨 背叛他的人类呢 雷欧叹气 加入魔王军后才发现 四天王和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本以为蒂娜会是个冷酷的女人 但现实截然相反 莉莉看起来笨 但其实很认真 以为梅尼是个默得感情的杀手 但其实梅尼心思细腻 甚至还同情雷欧 梅尼表示自己会认真倾听 让雷欧将自己的不满说出来 雷欧也没想到 一直藏在心里的事情 竟然也能脱口而出了 他说 自己诞生于一个机械文明发达的时代 那时候并没有魔法 科技处于一个空前盛世 也就是所谓的现代文明 那时候的世界虽然也有纷争 但大体是和平的 可就在某天 地面突然裂开大风 里面爬出无数怪物 是如今这个世界 大家都了解的魔族 但在当时 人们将那些怪物统称为恶魔 这些恶魔似乎是厌倦了地下黑暗的世界 所以爬上地表袭击人类 人类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逐渐演变成了世界和魔族的战争 而人类的本体很脆弱 几个人一起上 才能勉强赶走一个恶魔 于是各个国家联合起来 决定创造出专门对付恶魔的改造人 包括雷欧在内一共12人 而雷欧是那12人中 唯一的一名幸存者 相当于雷欧从一诞生 就被赋予了勇者的职位 他没有别的感情 只知道保护人类 拯救世界 不论怎样的人类 都会面临衰老 受伤死亡 在其他兵器激连去世后 雷欧却格外长寿 一直活到了最后 可是恶魔一直没有完全被消灭 于是机械时代落幕 世界正式进入魔法时代 雷欧依旧活着 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每当有危难发生 他都会以勇者的身份挺身而出 因为他的大脑被植入了 拯救人类为人类而活的念头 他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正确 也可能是自己多管闲事了 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 直到这次被全世界抛弃 雷欧非但没有不甘心 甚至还有一些开心 雷欧说 自己第一次有了 可以不当勇者的选择 在确认自己可以不用保护人类 成为勇者后 雷欧决定追寻真我 做原原本本的自己 去欣赏那些从未仔细看过的风景 为了享受第二人生 雷欧直接加入了魔王军 雷欧甚至还和凯德纳的父亲聊过天 梅尼大脑有点超赛 他记得上一个打败魔王的人 分明是传说中的闲者 那雷欧至今究竟有多少岁了 雷欧说他也不记得了 总之现在的他是卸任的勇者 雷欧也没想到 自己会对梅尼敞开心扉 咦 男童 磕了 雷欧说 活到一千岁以后就懒得数了 不过因为阅历丰富 他可以确认 梅尼和凯德纳他们绝对是好人 自己会帮忙把贤者知识搞到手 梅尼觉得 雷欧还是糊弄得过去 不过他也没有继续追问 而雷欧觉得 梅尼拥有沟通的最大天赋 那就是他的真诚和用心 雷欧拍了拍梅尼的脑袋 发现这家伙直接趴他房间的沙发睡着了 好好好 我要开始磕你俩了 解决完梅尼的事情就轮到爱德华了 爱德华的女儿朱莉叶说 父亲老是以自己的标准要求下属 事情是因为爱德华带的下属队伍 因为训练输给了一只奇美拉 爱德华觉得很丢脸 没有培养好下属 所以嚷嚷着自杀 雷欧说爱德华是笨蛋 就算自己死了 也不会让下属变好呀 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有些复杂 朱莉叶表示 父亲带的那只队伍都是新兵混杂的 刚训练没多久就想打败奇美拉 简直异想天开 爱德华自己太强了 对普通人的实力没有了解 觉得下属打不赢奇美拉 是因为不够努力 有一些强者总觉得 努力可以代表一切 但其实并非如此 擅长打架的人 可能生来体质就比别人强大 聪明的人大多是从小就接受了高等教育 强大并非努力就能做到的 雷欧说 生来站在高位的人 很难注意到自己比别人有更多的天赋 甚至认为自己能轻松办到的事情 别人自然也能办到 好的战士未必能成为好的老师 人在变强的时候 会思考自己是怎么做到的 然后会用自己的标准指导别人 别人做不到 在降低难度让其效仿 但强者没有这种观念 他们坚信下属办不到 就是不够努力不够拼 这种人被称为天赋党的自满 朱莉叶说 父亲觉得自己输给雷欧 是因为不够努力锻炼 所以自那之后一直在拼命锻炼 朱莉叶其实非常尊敬自己的父亲 但同时也认为 父亲这次锻炼太过了 不仅他自己的身体承受不住 手下的士兵也因为严苦训练累得倒下 手下的士兵又比较忠心 累成这样也不愿意逃走抱怨 梅尼将雷欧的身份告诉给蒂娜和莉莉 两个大人都在思考 雷欧是否有别的目的 但莉莉觉得雷欧就是想帮他们 因为在她看来 雷欧就是个大好人 蒂娜点头 雷欧确实帮过在座的所有人 他们也不必对雷欧太过防备 先观察再说 而雷欧在思考对付爱德华的办法 结果被凯德纳通知过去 说爱德华刚才跑过来要辞职 说是当不了将军 要从小兵开始 雷欧头疼欲裂 凯德纳觉得上司不能太过依赖下属 正准备独自解决这件事 雷欧表示自己有个主意 不过需要一段时间来准备 凯德纳点头答应 并表示这次时间落幕 她有些事想和雷欧谈谈 雷欧找到莉莉 让她带自己去前段时间 挖掘出来的古代遗迹看看 那边挖出来一台白色的机器 雷欧毕竟是从那个时代活过来的 一眼就认出这是S级的竞技兵器 是机械时代的一流物 专门用来对付魔王级别的装甲 当爱德华向下属宣布 让朱丽叶继承将军之位 自己准备辞职的时候 雷欧操控S级机假杀了出来 冷笑一声 你以为公司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吗 辞职是有敬业协议的 爱德华还没有正式协议 所以指挥士兵冲了上去 但爱德华显然不是什么靠谱的上司 自己实力强大 总觉得士兵也一样 让他们不要停下来 继续吸引注意 雷欧本来是想让小兵知难而退 然后来对战爱德华 结果机器突然出了问题 开始胡乱攻击眼前的士兵 雷欧只得隐身出手 挡住那些机器的攻击 士兵们一窝蜂地逃窜 认为这种怪物根本打不赢 还让爱德华也跟着离开 就在雷欧犹豫要不要出手 把机器毁掉的时候 爱德华突然提刀冲了上去 不过机器发出的激光非常强大 雷欧赶紧现身提醒爱德华 这玩意儿一旦碰到 龙铃也会被切开 雷欧告诉爱德华 要是不想死 就听自己的指挥 不过 爱德华哪里打得过这种机器 雷欧的指挥用词也听不懂 雷欧只能简化指挥 让爱德华从侧面砍机器 雷欧要的 就是爱德华说 自己没有对战机器的知识 而此时 朱利叶冲上来准备帮忙 爱德华不明白 怎么对付机器人 但朱利叶却说 文献记载 这怪物的弱点在腹部 在两人的指挥下 爱德华砍中了机器的腹部 机器成功停止运行 雷欧本打算继续推动计划 结果 机器在停止运行后 突然发出求救信号 先前的一技内又出现几台机甲 正准备过来支援 雷欧本打算放弃计划 去打败机甲 没想到 凯德纳带着下属出现在一技内 蒂娜用结界保护好了矿工 梅尼负责引导避难 众人配合起来 帮雷欧解决麻烦 原来梅尼他们 把雷欧对付爱德华的计划 告诉给了凯德纳 凯德纳担心会有意外发生 不能把所有的麻烦 交给雷欧一个人解决 这才有了凯德纳的及时支援 凯德纳让雷欧做好收尾工作 而雷欧接到消息后 立刻开始阴阳怪气爱德华 堂堂一个将军 竟然连对战机甲的 基本常识都不知道 你这个将军 还是不够努力呀 打不赢 肯定就是在找借口 这不就是你平时对下属说的吗 爱德华这才反应过来 此时朱利叶也站了出来 看似帮爱德华说话 其实又完成了一次补刀 说经验丰富是需要学习的 他们对战机甲是未知对手 雷欧配合继续阴阳怪气 说不能找没有打过敌人的借口 朱利叶说 第一次遇到没有见过的敌人 因为情报不足而失败 是很正常的 不要因为自己办得到 就觉得所有人也能办到 知识都是要从头开始学的 这才是培养人才的重要目标 因为两人的对话 爱德华幡然醒悟 对着士兵们道歉 说自己没能当好一个上司 下属们让爱德华抬起头来 因为他们都是崇拜爱德华 才跟随他 希望爱德华能够继续指导他们 两边这才完成和解 另一边 凯德纳打机甲也打嗨了 差点把家给拆了 雷欧接到蒂娜的通知 凯德纳应该是打算提拔雷欧为干部 关于加入魔王军的动机 雷欧表示之后会告诉他们 不过承诺自己绝对不会背叛魔王军 蒂娜让雷欧做好伪装 自己没有发出指令之前 雷欧一定不要暴露身份 蒂娜发现雷欧看的那本书 是凯德纳以前爱不释手的一本故事书 雷欧想起 机械时代自己曾经遇到过一只小鬼族 对方表示 他们最开始也没打算攻击人类 至少小鬼族太希望能和平相处 只是魔界一直在打仗 他们已经受够了纷争 而之所以会出现在人界 是因为魔王做实验 偶然打开了两边世界的通道 这个魔族为了不被雷欧杀死 一直在仕途和雷欧沟通 并且说出了很多关于魔界的情报 譬如魔界一直在战争 还有魔王贝利亚是个混蛋 估计是其他魔界贵族 在人类世界留下了贝利亚的名字 所以雷欧也对贝利亚有所耳闻 他没有杀死那个魔族 反而让对方跟上自己 并询问魔王为何要打开通道 魔族说 魔王最开始没有提过侵略人类 只是魔界一直在为资源战争 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 魔王才打开了通往人界的通道 想着能有一部分人移居过去就好 结果魔族争先恐后地往里头冲 出来的第一批人 是只会用肌肉思考的笨蛋 结果引发了大战 这个魔族原本想返回原本的世界 结果通道却被关上了 魔族觉得 这群家伙就是故意把他们骗过来 这样魔界的资源就可以减少消耗 但也不排除那些高等贵族再次返回人类世界 毕竟人类和魔族之间的实力差距太大 这个低阶的魔族表示 他们魔族也有阶级 在上级贵族眼中 他们这些魔族就是垃圾 魔族说自己是机缘巧合来到这边 根本没有看到所谓的阳光和肥沃的草地 入目的都是灰色大墓碑 魔族本以为雷欧要给他个痛快 结果雷欧却说 他提供了可用情报 并没有对魔族下手 他觉得雷欧和正常人不太一样 而雷欧说 魔族能够沟通 可以把他送到高层那边做安排 或许能以俘虏的身份 在兴肃暂时生活 魔族觉得生命有保障了 本来不想说话 但还是忍不住在意雷欧的情况 于是主动问了雷欧的名字 发现雷欧竟然笑了 因为魔族是第一个问他名字的人 魔族告诉雷欧 只要名字还在世间流传 那这个人就还在世界上活着 雷欧并没有名字 只有一个雷蒙哈特的代号 他们是被创造出来保护人类的工具 魔族觉得雷欧有些可怜 只会不知疲倦地保护人类 雷欧也没想到魔族会同情自己 只是他无法理解魔族口中的同情 魔族反问雷欧 既然你是被创造出来保护人类的 那战争结束后你怎么办 是去当某个国家的骑士团长吗 雷欧表示 法式机器人不能辅佐任何一个国家 所以他会进入无限期的待机状态 魔族捏紧了拳头 反而提出和雷欧聊一会儿 说雷欧创造出来是为了打败他们 一旦没有了工作就会停止活动 魔族觉得这太过分了 雷欧可是用生命换来的世界和平 然而世界却没有给他容身之所 这关于雷欧的存在意义啊 魔族觉得这太痛苦了 身为魔族 他却担心起了雷欧的情况 魔族说 雷欧现在或许没有感觉 可雷欧应该没有寿命的概念 随着时间流逝 那种估计感会逐渐扩大 而漫长的寿命 反而成了束缚雷欧的锁链 他甚至没办法从使命中解脱 下次战争或许会被再次唤醒 然后反复拯救世界 反复被抛弃 雷欧其实也是有一定人性的 他不觉得自己能流到战后 或许会在这场战争中就死去 并表示 自己是雷蒙哈特系列中最弱的存在 魔族差点裂开 强成这样了还是最弱的吗 但雷欧都这么说了 魔族也不好再劝 不过他总觉得雷欧有些惨 随后雷欧带着魔族 去找了接收俘虏的车辆 却听见魔族说 自己要想办法在这里生活下去 并表示 要创造人类和魔族和平共处的世界 让雷欧好好记住他的名字 他一定能成为人类和魔族之间沟通的桥梁 但在被俘虏车带走前 魔族突然叫住雷欧 让他觉得辛苦的话就逃走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不是什么防身人 让他去体验自己的人生 还说 要是哪天雷欧成功卸下责任 一定要去寻找自己能快乐生活下去的意义 而雷欧也记住了对方的名字 并且在多年后找到机会逃离勇者的职位 雷欧决定向凯德纳坦白 自己的真名以及加入魔王军的动机 凯德纳本来打算提拔雷欧当第五位四天王 四天王有五个人已经是常识了 凯德纳觉得 雷欧或许能成为人类和魔族之间的桥梁 还没等雷欧接受提拔 戴安突然过来汇报消息 说魔界和人界之间的通道突然要关闭了 大概是之前作为媒界的魔法师衰入 雷欧凯德纳和蒂娜联手稳定了通道 但目前的情况撑不了七天 一旦通道关闭的话他们就再也无法返回魔界 也不清楚魔界那边什么时候再次打开通道 到时候魔界的战争可能会变得更加混乱 目前有两个选择 第一解散军队先返回魔界 因为目前魔王军的一部分成员出自人魔混血 这些人无法带回魔界 莉莉第一个反对 她不想和朋友分开 第二个选择直接集结大军攻打圣都 立刻夺回贤者之士 但凯德纳知道第二个选择不可能 因为魔王军原本就受了重创 如今还没有重新整装 要是对上人类那边的勇者 基本就完蛋了 凯德纳说自己和勇者交过手 对方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怪物 自己是抱着决心来的人界 为了拿到贤者之士可以付出一定的代价 但他不能牵连队友 所以凯德纳本打算解散军队返回魔界 他也清楚 一旦没有拿到贤者之士就返回魔界 被逼退位也只是时间问题 凯德纳原本的计划是拿到贤者之士 为魔界创造出和人界一样的环境 这样一来才能让民众稳定下来 不再随意发动战争 他才能在废墟上建立秩序 然而这一切都因为勇者化为了泡影 没想到此时雷欧摘下了头盔 并告诉凯德纳 贤者之士不是万能的许愿机 只是利用黑洞形成的半永久魔力供给机器 不知道能否实现凯德纳的愿望 不过他们可以去寻找贤者之士的使用说明 但人类也在寻找这本说明 凯德纳是想和人类和平共处的 可是需要的两样东西一定会引起战争 没想到雷欧却说有两块贤者之士 凯德纳带走另一个就可以了 说了半天凯德纳都没有回头 还是雷欧提醒了凯德纳才回头 凯德纳一回头大脑都当机了 呃他那么大一个可靠的忠臣呢 雷欧先对自己隐瞒身份的事情道歉 并表示自己也是有苦衷的 加入魔王军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看清凯德纳这个魔王的性格 判断对方是否有资格继承贤者之士 如果不行 他就立刻离开魔王军 但在和凯德纳对着后 又改变了主意 只要凯德纳拿走贤者之士 重新建立魔界秩序 魔界不会再对人界出手 那雷欧愿意把贤者之士交给凯德纳 只是凯德纳满脑子都是忠臣没了 雷欧说时间紧急 先带凯德纳去找另一块贤者之士 结果直接被凯德纳给炸了 恼羞成怒的凯德纳觉得自己被雷欧耍了 但雷欧毫发无伤 最终两边只能坐下来谈话 凯德纳一看 包括蒂娜在内的四天王 全部都倒戈向雷欧 再加上雷欧确实对魔王军提供了不少光助 只能先把伪装身份的事情接过去 听雷欧说 另一颗贤者之士的事情 雷欧说 确实有第二颗贤者之士 而且 那东西就在附近的山脉里 但对方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守护者 凯德纳总觉得很可疑 但机会就在眼前不得不适 所以一行人出发进了山脉 莉莉冻得瑟瑟发抖 凯德纳给莉莉施加了魔法 雷欧之所以传送到一半走路过去 是想趁这个机会和凯德纳沟通 说明贤者之士并非许愿机 让凯德纳拿到石头后 尝试和人类和解 尽可能地去寻找贤者之士的使用说明书 说明书肯定在世界的某个地方 没有那个说明书 就没办法使用贤者之士 凯德纳说 他曾经看了人类和魔族和平共处的故事 虽然那只是一个故事 但他愿意去尝试 雷欧却说 那个故事是真实的 于是凯德纳表示 自己一定能做到 雷欧露出释怀的笑容 表示自己相信凯德纳 凯德纳总觉得 雷欧的表情看起来有些落寞 于是故意用打雪仗挑衅对方 不过美妮总觉得哪里有点问题 而凯德纳在路上也问雷欧 为什么那么了解机械文明 毕竟那已经是3000年前的歌曲了 凯德纳这才得知 雷欧是3000年前 机械文明诞生的生物 历史以来从未听说过 有如此长寿的种族 雷欧说 自己是雷姆哈特五号机 特性技能是超成长 能够模仿一切对手的技能 并进行学习 他的系列没有寿命的概念 会不断地活下去 并且反复累积知识 凯德纳这才明白 雷欧体内相当于成千上百个大将军的结合 要早知道勇者是这种存在 他可能早就换了和平的方法沟通吧 雷欧说 那个系列的机器死得只剩下他了 而他天生带有保护人类的使命 在战争结束后反而会期盼战争到来 这样就是本末倒置 雷欧觉得 这次自己解决了魔王军 下一次就不一定了 人类总有一天能靠自己的实力战胜魔王 那时候雷欧恐怕忍受不了不被需要 或许会自己制造混乱 然后再拯救世界 这简直和魔王没有区别 所以雷欧想在那种事情发生之前采取行动 凯德纳感觉到不对 但此时他们已经抵达了山脉山顶 但这个地方竟然一个人都没有 而雷欧这时才告诉他们 这个地方没有守护者 真正的贤者之石 其实是雷欧的心脏 雷欧告诉凯德纳他们 要是想让贤者之石 就挖出他的心脏 黄欧宣布自己退出魔王圈 让四天王和凯德纳 拿出想要拯救魔界的决心 在这里放手一搏 击败自己 凯德纳想起自己年幼时 听银游诗人唱过 历代魔王都败给利勇者 对方提醒凯德纳一定要小心 但凯德纳却觉得 再强也不过是人类 自己一定能够打败对方 不过他才不会当什么魔王 只是没想到 这么多年过去了 自己不断成为魔王 而且第二次和勇者对上了 而这一次 雷欧将自己变成了魔王 称呼凯德纳为拯救魔界的勇者 并表示 想要拯救魔界 凯德纳这个勇者 就必须击败他这位魔王 凯德纳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雷欧攻击了 雷欧嘴上说 自己是为了拯救世界 而被创造出来的 一旦不被人类需要 无法拯救世界 那他的人格就会崩坏 存在意义也会消失 所以哪怕创造出灾难 他也要去拯救世界 雷欧把那个黑锅 扣在了自己头上 让凯德纳化身勇者来击败他 并说 自己拯救了世界 自己像亲说毁掉也没关系 莉莉不敢相信 雷欧会说这样的话 而此时 爱德华也出手了 让雷欧冷静下来别干傻事 然而不论爱德华和蒂娜怎么劝 雷欧都要求他们杀死自己 否则就拿不到先者之石 雷欧表示 自己已经受够了 只能拯救人类的使命 他连死亡这个终点都看不到 日复一日地执行保护人类的使命 现在人民终于不需要他了 但雷欧仍旧抵达不到终点 雷欧和凯德纳自己应该怨恨谁 是将他们制作出来并抛弃了人类 还是迫使人类创造出了他们的模组 雷欧说 一切都是他的敌人 所以召唤了箭矢攻击凯德纳他们 并表示自己再也不做勇者了 雷欧用出的那些力量绝非玩笑 凯德纳没想到雷欧强成这样 可之前被雷欧击败的力量核心还没有动用 难道自己该使用那一招吗 但这就等于在赌博了 此时莉莉站了出来 说雷欧不是这样的人 雷欧明明教过他很多道理 这次轮到自己报答恩情了 雷欧有什么烦恼都可以告诉给他 他不希望雷欧和他们产生冲突 雷欧收起武器 说自己确实有烦恼 他沉默片刻后 是说自己最大的烦恼 就是对手实在太窝囊了 说着竟然用攻击刺穿了莉莉的胸口 莉莉受了重伤但没死 这一举动惹怒了凯德纳 勇者是不可能攻击无防备的人的 凯德纳和蒂娜联手发动了攻击 雷欧说他们终于愿意东真格了 想看看这几位勇者能否阻止自己 爱德华虽然难过 但也加入了战斗的队伍 他至今仍旧把雷欧当作朋友 正因如此 爱德华才觉得要把雷欧打醒 不能让朋友走上歧途 但爱德华也被打成了重伤 梅尼安顿好了莉莉 此时凯德纳和蒂娜正在和雷欧交手 但不论他们甩出怎样的攻击 雷欧都是毫发无伤 看来这个超成长还能把防御提高 再这样打下去就不妙了 就在雷欧走向凯德纳的时候 梅尼从后方偷袭了雷欧 但却因为心软只划出了伤口 梅尼一边和雷欧交手 一边询问他真正的想法 究竟是想死还是想杀死他们 雷欧说两者都有 他要向全世界宣战 有人能杀死他再好不过 杀不了雷欧就会毁掉这个世界 梅尼觉得雷欧在撒谎 如果真是这样想 他大可以在加入魔王军之前 就毁灭整个世界 但对方却跑来这里打工 又是开导又是培养人才 雷欧明显是考虑一切 想毁灭世界的人 是不会干这样的事情的 梅尼说雷欧不是想毁灭世界 他也并不憎恨人类 剩下的话还没出口就被雷欧冻住了 莉莉本来不想参与战斗 可是她觉得雷欧明明在笑 却根本不开心 正是因为喜欢雷欧 所以她才要阻止雷欧 不过莉莉也不是雷欧的对手 见此情景 凯德纳只能使出大招 拜托蒂娜为她争取42秒时间 如果自己对雷欧的猜测没错的话 这一招应该是最管用的 凯德纳这招是父亲交的 她的父亲是前任魔王 据说这一招是代代魔王相传的 专门针对勇者的咒语 不过实用性欠佳 而且使用代价也很大 历代好像没听说过那位魔王用过 用出来相当于赌博 此时 蒂娜正在拖延时间 还说雷欧真的很不擅长撒谎 其实雷欧最厌恶的是她自身 是在害怕将来会毁灭世界 所以想趁自己还保有理智的时候 故意假装坏人 交出贤者之时 牺牲自己 为人界和魔界和谐共处铺路 蒂娜觉得 雷欧这样太愚蠢了 下一秒就被雷欧打飞了出去 不过也顺利为凯德纳争取到了时间 凯德纳用出了封印魔法 凯德纳用尽所有的魔力 使出了封印魔法 可现在没有人牵着雷欧 她能轻松躲开 可雷欧什么也没做 只是站在原地对她露出苦笑 小声地说了一句谢谢 雷欧接受使命诞生于世界 刚开始还好 世界确实值得保护 她和同伴们一起拯救了这个世界 看见世界逐渐恢复和平 她和同伴们也很高兴 纯粹地为世界进入安宁而感到喜悦 然而此后的人生却是漫长的和平 这样一来 她的存在也变得没有意义 直到某天 她看到突发新闻 说人类再次遭到魔族袭击 双方爆发了局部冲突 雷欧出手解决了这些冲突 只有在战斗的时候 她才切实地感觉自己活着 就在这样的循环中经过了数千年 雷欧奔波于世间各地不停地战斗 她的特殊技能是超成长 所有的招式和魔法全部刻印在脑海中 在时间和战斗的堆积下 雷欧变得越来越强 往那一站就是最强生物兵器 可在那之后又是漫长的和平 明明人族和魔族已经趋于稳定 大家都希望这样的和平的日子 能长久下去 但雷欧却无法感受到开心 反而希望世界变得混乱 希望所有人都需要它 因为如果不能拯救世界 它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雷欧甚至在期盼人类遇到危机 在这样的情况下 思绪出现了混乱 脑海中产生了自己创造危机的想法 可偏偏科学家们在创造雷欧之初 就给雷欧设置了防背叛的条款 然而这样的条款却在时间的推移下逐渐消失 所以雷欧找到了当初的实验基地 本来打算唤醒自己的同伴 并且指使他们去成为毁灭世界的魔王 让自己来扮演那个勇者 然而就在计划即将启动时 雷欧突然收到了魔族入侵的消息 他的大脑突然反应过来 自己竟然产生了要毁灭人类的想法 雷欧迅速毁掉了剩下的机器 并认定自己才是真正的恶魔 在脑海中不断有声音告诉他 自己是勇者 一定要保护人类 雷欧活了三千多年 能想的方法很多 不久后 雷欧接受讨伐魔族的使命 同时也产生了一个被踢出勇者职业的想法 把自己当作真正的邪恶大boss 准备找到一个可以信赖的继承人 将自己的闲者支持和虚空机构交给对方 但那个人必须是愿意保护人类的人 而且实力也一定要强 就在那个时候 禁止下属猎杀人类的凯德纳 就这么水灵灵地出现在了雷欧面前 一个发起侵略的魔王却说 不要伤害人类 这让雷欧对凯德纳产生了好奇 于是当晚就抓了哥布林审问 哥布林说 凯德纳性情古怪 只是为了拯救魔界 才主动发起侵略 这种魔王从来都没见过 雷欧之后也抓了好几个魔族询问 但那些魔族都说 凯德纳从不伤害人类 为了魔界才不得已出手 并且一直站在前线指挥 对下属不分等级的关怀 雷欧也放出监视盯着凯德纳 确认了凯德纳的举动不是作假 便觉得凯德纳或许能够成为自己的继承人 甚至拿走雷欧的心脏 成为人类和魔族的桥梁 所以雷欧直接加快了进程 那是他第一次不再以勇者的身份开始旅途 同时也看清楚了四天王是怎样的人 雷欧设置好了计划 准备效忠凯德纳培养剩下的四天王 让他们杀死自己这个勇者 这才有了这么一出戏码 凯德纳放出技能后看到雷欧的笑容 便明白对方的目的和自己预想的一样 此时凯德纳的身体也非常痛苦 毕竟要以一己之力压制三千年来的技能 他几乎蹊跷流血 这一招也只能持续几秒 而此时雷欧也发现自己的技能被压制了 他觉得自己终于能迎来死亡了 其实凯德纳从一开始听到永久的名字时 就有所怀疑 然而在确认雷欧活了三千年后 便肯定历代魔王遇到的勇者一直都是雷欧 这个人实在太过孤独了 他不知道雷欧用怎样的心情 度过这样漫长的时光 但一个守护人类数千年的英雄 不应该走向这样的结局 他觉得雷欧一定是希望有人能来拯救他的 而雷欧也确实希望有人能认可不是勇者的他 对他说一句不是勇者也没关系 跟我一起走吧 其实他很高兴能和他们共事 给凯德纳他们的时间只有三百秒 这个权限只有这一次 让他们赶紧把石头给扯下来 莉莉不想让大家伤害雷欧 爱德华却说 这件事要交给凯德纳来判断 莉莉嚎啕大哭 凯德纳说 雷欧从一开始就是人类的伙伴 从头到尾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只想舍弃自己拯救世界 虽然很不甘心 但凯德纳还是承认了 雷欧是毋庸置疑的勇者 凯德纳问雷欧还有什么遗憾的事情吗 雷欧说自己该做的都做了 最后要对凯德纳说一句 很抱歉给你们添麻烦了 凯德纳和蒂娜对视一眼 他走到雷欧面前半蹲下来 雷欧都已经做好和世界塞白白的准备了 没想到凯德纳给了他一巴掌 然后一脚踩在错愕的雷欧身上 说自己可是魔王 哪有空当什么和平使者 并宣布正是雇佣雷欧成为魔王军成员 让他来担任这个人类和魔界的桥梁 并且他不再是勇者 只是单纯属于魔王军的雷欧 雷欧不敢置信 试图让爱德华他们动手 然而大家都不愿意伤害雷欧 反而认为活了三千年的雷欧 更加适合成为人类和魔族的桥梁 莉莉也非常生气 说雷欧才是那个笨蛋 为什么不找朋友一起商量心里难受的事情 他什么时候都愿意听雷欧抱怨 明明是雷欧教他遇到困难找大家帮忙的 莉莉抱着雷欧嚎啕大哭 这时梅妮走到雷欧身前 雷欧觉得梅妮应该能冷静地处理 结果梅妮也踹了他几脚 说根本就不需要交谈 光是跟雷欧交手 就能感知到雷欧其实想活下去 他很生气地骂了雷欧一顿 说既然想活下去 那就想各种办法呀 不是你自己说的 不要在决定后再后悔 雷欧被暴打了一顿 试图祈求蒂娜帮忙 蒂娜说雷欧前言不搭后语 他自己说了觉醒自我意识后 导致自己屏蔽了不能伤害人类的条款 但是脑海中又有让他必须保护人类的规则 蒂娜却说 既然你有强大到能够屏蔽条款的自我 那为什么不用自己的自我 去屏蔽必须保护人类的规则呢 雷欧觉得自己已经听命三千年了 怎么可能那么轻松地屏蔽掉呢 但就在雷欧尝试了一番后 发现自己还真就屏蔽掉了命令 原来这个必须做勇者 活着无法摆脱束缚的想法 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嘛 凯德娜说 时间还剩下三十秒 如果雷欧还是想死 那自己会成全雷欧的愿望 就看他怎么选择了 雷欧想起那个小魔族对他说的话 如果有机会 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活下去 凯德娜也让他别执着于别人给他的使命 人类不是将你从勇者的身份驱逐了吗 那你去寻找勇者之外的生存之道吧 雷欧顿时落泪 伤口已逐渐恢复 凯德娜向他伸出了手 让他别当勇者了 跟着魔王军一起离开吧 雷欧抓住了凯德娜的手 凯德娜恭喜他 从三千年的使命中走了出来 众人也露出欣慰的笑容 之后 雷欧返回魔王军 发现凯德娜他们举办了庆功宴 一群人喝醉后睡得四氧八叉 唯独凯德娜还醒着 并和雷欧聊起了面试的事情 他叹气 原来从一开始接受面试的人 并不是雷欧而是他们 凯德娜问雷欧有没有后悔 因为那是他唯一一次可以死去的机会 雷欧却说他想帮凯德娜 自从上次两人对手后 他就觉得凯德娜的愿望很强大 所以想帮助凯德娜实现他的愿望 因为在雷欧看来 凯德娜是一位为了民众幸福而奋斗的王 甚至会对敌人产生怜悯 否则凯德娜未必会输雷欧 雷欧告诉凯德娜 他不用再扮演一个邪恶的侵略者 自己一定会辅佐凯德娜登上王位 雷欧表示 自己37年来最自豪的事情 就是从没有让女孩子哭泣 看了一眼旁边的莉莉 雷欧决定还是收回那句话 两人相识一笑 气氛正是刚刚好的时候 一群魔族闯了进来汇报工作 凯德娜看向雷欧 你看工作永远都不会少 接下来才是他真正的魔王军生活 感谢观看